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大时代国民政府的人物列传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西北新乌马里边另外一个重要的马 也是有人说,说马不方是一匹野马,是一匹汉马 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位呢,就是一头华马 这个人很世故,很圆滑 这个人就是宁夏王,马洪辉 有幸运的朋友可以搜一下马洪辉的照片 那马洪辉呢,是个大胖子 照片里基本上都挺着个圆肚子 戴着一个墨镜,小圆片的墨镜 照片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看着像个弥洛佛似的 这个人心机很重,也非常有城府,有事故 很多人在说起西北的宁马和青马的时候 都说青马会打仗,宁马好像是不堪一击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宁马在马洪辉的指挥下 当然他从战力上来讲,不如马不方的青马 但宁马他的战斗力并不差 马洪辉的堂哥,应该叫堂哥,马洪斌 曾在抗战争的时候跟日本军队狠狠地干了几仗 也打出了当时宁马的威风 那马洪辉这个人呢 在他的指挥下,好像宁马的部队没有什么大的仗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在马洪辉的指挥下 宁马曾经和红军也好,还有解放军也好 也交过几次手 并不是不堪一击被解放军或者红军催过拉朽 不是这样 马洪辉曾经指挥他的部队 在厄宇宛根据地和红四方面交过手 后来他回到宁夏以后 和徐海东的红军西征的时候也交过手 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曾经侵占三边,陕根军边区的三边 并且在第二次援救榆林战役的时候 和彭老走的西北野人军交过手 那么几次交手的时候 宁马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这在这一集里面 这个讲马洪辉的过程中 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再一个就是马洪辉对共产党的态度 马洪辉曾经和刘志丹的关系很好 这也造成马洪辉他在对共产党这个问题上 也经常采取的是一个明哲保身 有便宜 当然他会去战 但是他不想和共产党彻底撕破脸 但是当解放军攻打到他的地盘 要断了他老巢的时候 他也是会拼命死守 殊死抵抗 但最终等马洪辉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时候 他迅速的就脱身而逃了 他不像马不方一直是扛到最后 直到所有的部队都打光以后 他才出逃 马洪辉没有 他觉得大势不行的时候 他就出逃了 后来马洪辉宁下起义 和平解放 这是和马洪辉过早的离开了宁下 逃到国外去 有很大的关系 那马洪辉虽然看上去 像一个好好先生一样 但是马洪辉在国家大义面前 是站得住脚的 白人正子王亲自来说想他 亲自想见他面说想他 最后被马洪辉派人去 言辞拒绝 那么晚年他在美国的时候 马洪辉也一心想回到故土 并且将他所拿到的唐朝的国宝 最后也是还给了国家 这都是马洪辉做的非常不错的事情 我们会在讲马洪辉这样 一一给大家细讲 那么和青马一样 我们先来说一说 宁马是怎么起家的 宁马起家也是和同志年间 河州回民暴动 有很大关系 我们讲青马起家的时候就讲到过 青马往上属 他的起家是来自于马海燕 马海燕参加了马战敖 所组织的河州暴动 是马战敖手下非常能争 善战的骁勇的先锋 那么宁马他的祖先 他的起家 也是马战敖手下的 另外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的名字叫做马千玲 马千玲显示出风头 是在马战敖主张要投降清军的时候 讲青马上我们就提到过 马战敖一看形势不好 马战敖就觉得应该是投降清军 当时马战敖说要投降清军 那么他最倚仗的左右手马海燕 极力赞成 可是很多其他的起义群众都表示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40来岁的汉子 也就是马千玲站出来说话 支持马战敖想清 马战敖是马战敖的同族侄女 也就是说按照辈分来说 马战敖还是马千玲的晚辈 那么马千玲作为马战敖的长辈 出来支持马战敖 这就说服了很多其他的群众 因此最后就决定降清受服 在马战敖降清之后 当时来剿灭回民起义暴动的 正是晚清的名帅左宗棠 那么左帅当时知道是马千玲 他劝说了其他的百姓 一起听从马战敖的建议降清 因此左宗棠当时就称赞马千玲是良悔 后来马洪奎一直就对外界说 他们不是搞暴动的毁民 他们就是良悔 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当时左宗棠 称赞马千玲是良悔这个事情 并且当时左宗棠也给了马千玲重赏 马千玲呢有两个儿子 四子马福禄 这个人马福禄呢 后来是中了五举人和五尽神 是马千玲一个出众的儿子 另外一个出众的儿子呢 是四子马富祥 马富祥也是随着马福禄 从小习武学文 这个马富祥后来我们说一下啊 马富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他是马洪奎的父亲 是马洪斌的叔父 马富祥为给马洪斌和马洪奎兄弟俩 真正的蹚出了一条路 并且一直保驾护航 1895年 和黄地区的回族和萨拉族人 再次发动反清起义 当时马海燕父子 也就是青马家族 随着青军参与了镇压 而马千玲父子呢 也在家乡组织了民团 安宁军对抗起义军 解救过被围的清军总兵汤雁和 那么愤怒的暴动的群众 就把马千玲的宅院复制一具 并且到处号称要捉拿马进是家的人 马千玲避走藏区 他的儿子马福禄和马富祥 则随着安宁军辗转到兰州 被闪干总督陶姆 收编为不齐两营 后来又加入到进攻河州的清军 不久就归入到董福祥的干军 马福禄任都带统领 马福祥任帮统 1897年清政府整治军队 边界精锐军分中前左右后五军 由容禄 涅士成 马于坤 袁世凯 董福祥五人分别率领 当时董福祥率领的是后军 奉调到北京附近住房 马海燕父子及马福禄马富祥兄弟也随军前往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精进二地 马海燕马福禄等人参加了廊坊之战 重创敌寇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马海燕和马福禄率领和黄子弟守卫正阳们 与攻城之侵略军展开多日血战 8月13日晚马福禄趁着雨夜率赶死队袭击敌军在激战中身亡 同时战死者还有其足弟马富贵马富泉等百余人 也就是宁马家族曾经为了华夏的河山 曾经和入侵的八国联军展开血战 并且英勇殉国 那么后来在慈禧太后跟光细皇帝逃离北京的时候 马海燕父子以及马安良马富翔等人率众护驾 那么慈离太后和光绪皇帝安全的到达了西安 因公马家众人都纷纷的得到了告赏和升职 马富翔就被升任为甘肃静远邪副驾 1904年又升任为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 在西安革命爆发之后 马富翔在宁夏和内蒙一带镇压反清义军 后来因为大势所趋 也宣布赞成共和 民国建立之后出任宁夏护军使 那当时他左右倚仗的左右手 就是他的侄子马洪斌和他儿子马洪奎 马富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他因为他的兄长早早的在北京抵抗八国联军英勇的战死了 所以他一辈子都不亏待他兄长儿子马洪斌 马富翔对马洪斌要比对他儿子马洪奎还要好 一直是想提拔他的侄子马洪斌成为他的继承人 这点上让马洪奎也是有一些不满意 但总体来说马洪斌和马洪奎作为这个堂兄弟 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很近的 有矛盾有摩擦 但是最终马洪斌和马洪奎也没有彻底翻过脸 那么马富翔对马洪斌这个值得一路的提拔 一心的栽培 马洪斌呢也一直对自己的叔父马富翔十分的孝敬和尊重 马洪奎更像是一个小弟弟 经常调皮捣蛋 所以马富翔经常是说马洪奎 因为马富翔这个人人品很好 他的声望也高 因此呢他是属于青马宁马里边 比较早在外界见了大市面 并且交友广泛的那个人 马洪奎作为马富翔的儿子 他八岁的时候就在西安行营里见过慈禧和光绪的人 12岁就由他的父亲马富翔以一千两文银捐得兰陵支县的须缺 1909年马洪奎结束了家属的中学学习考入兰州陆军小学堂 1912年毕业以后就在他父亲的麾下任营长 这年他20岁 后来很快又升任为宁夏亲军统领 那么马富翔为了进一步依附袁世凯 在1914年将马洪奎送到北京 担任袁世凯的侍从军官 袁世凯死以后 马洪奎又担任了黎元洪的侍从武官 1917年7月马洪奎前离北京跑到天津 参加了段祺瑞的马场逝世 年仅25岁的马洪奎就当了讨逆军中的中将参谋 段祺瑞重新上台以后 就把他派回到宁夏 扩边宁夏新军 1919年马洪奎升任宁夏第五混城旅队长 那么这里边说到了这几些事情 听上去像是一个简单的简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洪奎当时所跟从的这几个人并不简单 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再到段祺瑞 他都是成为这几个在辛亥革命前后 叱咤中国政坛和军界的几大牛人 都是有很亲密的关系 如果说马洪奎他没有能耐 是不会被这几个人留在身边的 121年初 马洪奎被调任隋远都统 而马洪斌呢 被出任为宁夏护军使兼新军司令 晋升陆军军将军行 开始宁马家族对宁夏的统治 那很快冯玉祥 西北军的掌门人冯玉祥 开始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大西北 那么因为时势所逼 马洪奎就依靠了冯玉祥 但是宁马的势力就被冯玉祥给遏制住了 这让宁玉祥心中非常的不满意 那么冯玉祥后来就跟蒋介石在1928年的时候开始发生冲突 那么马富祥就预感到蒋介石的势力会不断壮大 宁玉祥从马富祥开始到后来的马洪奎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看人很准 对谁将成为执掌中国的最大势力 这个把捏的很不错 所以马富祥很早就预感到蒋介石将会成为中国的最少是相对比较靠前的势力 所以马富祥很早就开始向蒋介石靠拢 希望将来在国民党内部捞取更大的资本 他趁着蒋冯还在合作率部北上的时候 就已经秘密的离开了冯玉祥到徐州觐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 马富祥这位老牌的北方军人居然看中自己 所以心中非常高兴 马上就任命马富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边前委员会委员等职 1月29年5月冯玉祥严岐山联合返奖 马富祥毅然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 他暗中策动了冯玉祥部的韩富举 石有三还有他的儿子马洪奎一起捣锋投奖 当马富祥摆脱了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的时候 蒋介石马上就任命他为青岛特别市市长 很快又升任为安徽省主席 所以蒋介石对宁玉祥一直态度很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初马富祥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争斗的关键时刻 帮了蒋介石很大的忙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 冯玉祥战败 那么马富祥已经升任为民国政府藏盟委员会委员长 而马洪斌因为马富祥的关系 不仅为蒋介石所谅解还被委认为赞边第七师市长兼干粮速边防司令 后来又代理甘肃城主席 1931年马洪斌赶到兰州就职 据说当时蒋介石问过马富祥 要不要让你儿子马洪奎去执掌西北 但是马富祥拒绝了 马富祥说他儿子马洪奎性格过于残暴 不如马洪斌稳重 能担起重任 所以马富祥当时推荐了自己的侄子马洪斌 而不是自己的儿子马洪奎 那蒋介石说那你推荐马洪斌我就让马洪斌去吧 但是马洪斌这个人啊 做事没有马洪奎原话事故 而且当时马洪斌清离了 他只带了两个营的兵力进入兰州 可是驻守兰州的西北军战兵第二旅旅长雷中田 暗地里还是跟冯玉祥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加上马洪斌到达兰州以后 不善于理财和处理各方关系 于是就和甘肃的地方绅士 以及省保安司令马林发生了矛盾 致使他的政令不出省城 陷于孤立地位 那么冯玉祥又密令雷中田发动政变 在兰州夺权 企图推翻马富祥在甘宁两省的势力 8月初马洪斌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生主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派到甘肃去视察国民党党务的视察员马文车 富有政治野心就和雷中田相攻击 就爆发了当时那一年著名的雷马事变 雷马事变是雷中田和马文车 两个人勾结起来发动政变 扣押了马洪斌 组织了甘肃的临时政府 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 本阳老人吴佩孚居然出头了 他去见到了雷中田和马文车 而雷中田和马文车 这个时候正式欺苦难下 于是欣然接受了吴佩孚的说和 释放了马洪斌 但是蒋介石一看吴佩孚出头就着急了 因为吴佩孚的能耐可是不小 那么蒋介石马上就命令军队进攻兰州 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皇出逃 但是雷马事变这一闹 中央政府就派邵丽子当了甘肃城主席 甘肃就脱离了宁马青马的控制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说是马洪奎正在干嘛 马洪奎随着他的父亲和兄长 加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 他曾经率部迅速的入审作战 和孙良成一起共同解救了西安之围 那么因公呢冯玉祥升任马洪奎 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 兼第七师师长 那么在担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 马洪奎就认识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 这个人就是在陕北赫赫有名的 也是在后来红色的中国 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员刘志丹 因为冯玉祥正在和他所率领的国民联军 正是和苏联关系良好的时候 所以就用了很多共产党员 在他的国民军里边担任要职 而刘志丹就派到了 马洪奎的第四路军总司令部 任少将政治处长 当时刘志丹在马洪奎的部队里 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早操的时候 教士兵唱国际歌 宣讲中国革命前景 以及打倒列强 劳工神圣的革命道理 能够和官兵们在一起 进行宣传鼓动 当时马洪奎的部队 士气旺盛 军为大振 马洪奎这个人 也是见过很多场面 他和之前像当那些牛人的 侍从 侍从武官 所以马洪奎的眼睛很高 但是他对这个年轻共产党人的 人品才干十分赏识 两个人相处的颇为投缘 据说当时马洪奎 他的部队的处长都没有马 但是他特意给刘志丹 配备了一批高头大马 供他勤军骑兵使用 但刘志丹总是用这匹马来驮商命员和士兵的背包 在西安解围的战斗中 马洪奎部队的官兵作然英勇 牺牲慎重 骑兵团长李凤早 率领全团猛打猛冲 占领南门 使得国民军与城内备为十月的杨虎城不回事 冯玉祥给李凤早继过打工一次 颁令嘉奖全团将士 那么这个时间 这个时期里边 马洪奎的部队能争善战 和刘志丹 刘志丹在马洪奎部队里 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那么后来到了 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 声明反共 开始在国民军里 清党速军 那么刘志丹被送到郑州 参加郑公人员集训以后 被冯玉祥遣散 刘志丹化妆一鸣 又遣回到郑州秘密的见马洪奎 提出要马洪奎帮助他返回陕北 马洪奎派的亲信马全粮 送刘志丹渡过了黄河 并且送给刘志丹大洋500元 作为盘缠 当冯玉祥下的通缉令 到达马洪奎部队的时候 刘志丹早已脱险 安全返乡了 即使到了马洪奎的晚年 他回忆起这段旧事的时候 他还说 说刘志丹为人做事 精明能干 学识广播 又能吃苦耐劳 对我的部队贡献很大 赞赏之情 异于言表 所以说马洪奎对共产党人 还是有很多正面的看法 1929年5月 马洪奎 接到他父亲 马夫权的信件 让他劝说 韩副举十有三 一起 反逢拥奖 那马洪奎就说服了 韩副举和十有三 在洛阳联合通电 反逢拥奖 蒋介石迅速的赴典加奖 将马洪奎部的十七师 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一军 马洪奎任军长 兼六十四师师长 郑州警备司令 河南省政府委员 所以说马洪奎这个时候 驻军是在河南 当时蒋介石还给他 拨了军饷三十万亿元 一千多条新枪 那么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马洪奎攻占了山东太安市 升任讨逆军第十五军 总指挥兼徐州警备司令 就这个时候 他在山东的泰山 挖到了两件国宝 是唐朝开元年间的预见 这个我们后边会具体说一下 这个国宝的后来的这个去向 那么后来呢 唐生智十有三韩复局密谋返奖 韩复局以徐州为交通枢纽 军事要阵 且与马洪奎为成为了导逢投奖时的好友 于是他就联络着马洪奎共同的导奖 并且派他手下的爱将孙同轩去协商 马洪奎同意返奖 那么韩复局也并不放心 他派一个旅进入徐州 以监视马洪奎 马洪奎私欲在山 在山以后深感蒋介石势党 马洪奎跟他父亲一样 都非常看重蒋介石 认为蒋介石必经会一统全国 马洪奎认为导奖难以成功 就向蒋介石告密 蒋介石得到密报以后 就采取了措施 反蒋就宣告失败 马洪奎因公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就让他继续的扩充部队 并且命令他参加围剿的红军 马洪奎所部十一军被蒋介石 缩辩为第三十一师师部祝信仰 马洪奎驻兵信仰的时候 他的部队军地很差 这是因为他的部队中 士兵多是北方人 气候不适 西洋已经偏南了 他这个地方气候潮湿 所以军中士兵生病 同时吃又吃得不好 各部的士兵经常在掌官的授意和默许下 跑到老乡们的鱼塘里捞鱼 菜地里拔菜 所以当地群众和友军对此深为不满 那么还有一些士兵因为想家 就往外当逃兵 马洪奎的手下劝马洪奎 让他管管军纪 可是马洪奎他也不听 当时他手下的旅长马全梁 也是他的心信 因为看不惯他的做法 给气得直接回甘肃老家去 1932年7月 他的父亲马富强来到信阳 那么他老父亲马富全 看到马洪奎枪毙逃兵 当时很生气 于是就对当时在场的官兵讲话 并且对马洪奎 还有旅团长们进行了责备和劝解 当时马富强这老爷子讲的话 他那么说的 他说不要轻易的任意杀人 光靠杀人是绝对吓唬不住人的 民不为死 奈何以死拒止 不试杀人者能医治 反复的加以解释 他强调 士兵的生活不好 心想困难是内忧 红军在外部施加压力 这是外患 内忧外患 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后来马富全又把连排以上的军官 全部叫来 进行驯化 马富强能够把所有的连排长以上的军官的名字都能叫出来 所以这些人都很信服 马富强当时给这些人就讲了国内形势 内患未平 九一八外五又来 要求这些跟他一块 从老家出来的子弟兵 不能忘记军人的天职 要效法岳武墓和祖敌等古人 希望官兵能够遵守军人的本分 同时当时他就指着自己身边的儿子马洪魁说 说我这个儿子年轻时代不务正业 整天胡思胡混 屡遭责打管教 总是不改 马洪魁听到他父亲说他的这些坏话 也不恼弄 做出一副憨厚的样子 呵呵傻笑 所以他手里的官兵 也都哈哈大笑 马洪魁对他的父亲马富翔是非常尊重 虽然他心里边对父亲一直培养自己的堂兄马洪斌略不满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父亲马富翔是非常孝顺和尊敬爱戴 那么马洪魁助防信仰 这个时候 红四方面军击溃了陈条元张芳两部 马洪魁的部队跟红军打了两下 发现红军太厉害 再加上马洪魁对蒋介石将他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师 有很大的情绪 为了保存实力 所以马洪魁尽量的避战 躲战 不愿意跟红军交手 但蒋介石对马洪魁这种态度极为不满意 他正在准备发动对鳄鱼板红色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刘志部 集中于西平随平 陈济城 湖中南部 集中于校感广水 这两面的中央军就以武力 胁迫马洪魁向苏区进攻 当时刘志都已经调了几个师的兵力 准备解决马洪魁的部队 而韩副局已经准备调动部队支持马洪魁 两边国军的内讧眼看着就要干起来 蒋介石因为意识对马富翔 还是非常佩服的和尊重 于是就发了个电报给马富翔 让他转告马洪魁不要学师有三的养 马富翔一听知道这话的分量 看到刑事不对马上赶到信仰 劝他儿子马洪魁迅速出兵 又赶到汉口见蒋介石为儿子说情 奔赴于南京汉口和信仰之间 极力打消蒋介石对马洪魁 剿控不利的印象 这件事情才告平息 然后从1932年7月到10月份 马洪魁率领部队参加了围攻 厄与晚苏区和平汉路以西 劫机追击红军的一系列战斗 可是在1932年8月份 这位为了儿子不辞辛劳 不辞劳苦 往往奔波的老父亲马富翔 那么因为水土不服 在游鸡公山的时候忽然霍乱 加上平时又有心脏病 病情一下子十分危急 再加上当地的缺医少药 其实马洪魁立刻护送父亲乘火车 到北京协和医院就医 可是已经没有来得及 马富翔一路上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当火车行至北京琉璃河车站的时候 马富翔 谈喘交座 何然去世 终年57岁 按照回民的教理 被葬于北京三里河回民公墓 当时国民政府 发布了国民政府主席 林波云廷公 治丧费并派委员制纪令 对马富翔的逝世 表示痛 沉痛的哀悼 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 还召开了北平市回调各团体 追调马公云廷大会 追悼会 庄严隆重 参加着上千人 9月17日 国民政府在南京 为马富翔举行了笼罩 隆重的追悼大会 蒋介石 张学良 林森 贺耀祖 邵立子等国民党的要员 都撰写了记文和诗篇 而马洪魁 对自己这位慈父严父的逝世 也是悲痛欲悦 当时他撰写了 枯父七绝八首和义父淫 写的是情真义切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读读 马洪魁的文笔还是不错的 那么在厄云碗根据地呢 马洪魁参与了第四次围剿 我们都知道 第四次厄云碗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后来是以红军的失利 那么第四方 红四方面军离开厄云碗根据地 向穿闪移动 建立穿闪根据地 在这第四次围剿里边 马洪魁率领他的部队 第一次跟红军交手 那么第一次作战呢 是发生在七月间 是夜战 当时红军进攻 马洪魁部所住的信阳男子李家寨 新殿 因为马洪魁的部队坚守阵地 红军当时的进攻没有能成功 包括当时红军包围了一个 马洪魁部的装甲列车 装甲巡逻列车 但是因为在装备上的差距 再加上马洪魁率领部队 及时地出兵增援 将装甲兵救出 所以说第一次交手 红军并没有得手 但是紧接着红军改变战术 采取了在夜间 不停地发动小规模的袭击 一再的袭扰 当马洪魁的部队追出去的时候 马洪魁的大部队出来追 红军就迅速的撤离战斗 如果是小部队 那么红军就设服 将其歼灭 因此马洪魁就觉得 对付红军非常费劲 与其这样不如龟缩在阵地里 固守据点 那么很快形势就发生了改变 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 决定向川陕地区转移 可是这个时候呢 红湖地区的贺龙贺老总 所率领的红二军团 为了配合厄与晚边区的 反围较斗争 自红湖区北上 那么十月间 红四方面军转移之后 红二军团为了求得 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只能尾随着红四方面军袭进 那马洪魁就接到了命令 让他追击红二军团 那马洪魁的部队终于在顾庙 截住了红二军团的后背 后路的那个红军 那么因为红二军的当时 长期的征战得不到补充 因此无论是从战斗力上 还是从武器装备和弹药上都差距甚大 双方面展开了激战 红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英勇战斗且战且退 但是战事紧张 情势危急 经过四五里路的苦战 红军虽然最终摆脱了 马洪魁部的追击 但是马洪魁部也给红军的部队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在扶牛山地区 马洪魁甚至包围了红军的一部 当时俘虏了红军二三百人 但是后来马洪魁就这件事情 一直是大吹特吹 整体来说 在厄远根据的期间 马洪魁和红军的交手 还是以小规模为主 互有胜负 马洪魁自己也很能吹嘘 但是他只是沾了 厄远碗苏区第四次围剿过程中 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却的这么一个便宜 并不是说马洪魁的部队 在对红军的时候有多能长 那么厄远碗根据地的围剿结束 蒋迪师这个时候 命令马洪魁回宁夏主政当主席 让马洪斌过来率领马洪魁的 这个三十五师 那马洪斌呢 知道去河南 离开宁夏 自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所以马洪斌当时就跟蒋迪师说 我有病我不去了 那么蒋迪师也顺根 这个顺根往下爬 顺水催舟 就同意了马洪斌的这个请辞 那么严令马洪魁回到宁夏去 马洪魁这个时候就发挥了他 非常圆滑世故 这个时候有个小聪明的这种特点 他把他的部队精锐 暗中编为三个独立旅 一个特务团一共是1.2万人 作为支出部队 自己亲自率领傅宁夏 把剩下的老弱兵残 战斗力不强 素质不好的官兵 编为三十五师和一个骑兵旅 留在了信仰 就这样耍了一个手腕 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带回了宁夏 也离开了中原这个是非的这个战场 那么回到宁夏以后不久 就发生了司马俱孙的这个事件 我们之前讲青马的时候 讲过司马俱孙的这个事情 马不方 马不清 马洪魁 马洪斌 司马联手抵抗孙建英 最后将孙建英击溃 那么这件事情过后呢 马洪魁借机就收编了孙建英的残部 顿时军为大阵 1935年9月 马洪魁接到蒋介石的电令 让他截击北上的红军 接到电令以后 他就向定边调动人马 并向蒋介石进城了剿弓意见书 想趁红军长征出道陕北立足未稳 要立即全力的永绝后患 蒋介石亲自赶到宁夏 布置围剿红军 1936年 蒋介石授予马洪魁陆军中将写 马洪魁再次向蒋介石进城了剿弓意见书 紧接着马洪魁就跟红军牺牲的部队 展开了一系列的激战 那么红军牺牲部队是以红25军为主 红25军军长徐海东 刚开始的时候 红25军对马洪魁是连产连结 攻克了延迟以后 又连克了定边 安边欲望 这时候跟大家提一下 当时红25军攻下这些地方主要的部队是七十八师 七十八师的师长是谁呢 就是后来四野赫赫有名的战将韩先楚 韩先楚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的军事上的天分 打的马洪魁是节节后退 后来马洪魁在同心欲望 韦州 金基 陵屋等地和陕甘宁边区建养的地方 构筑防供碉堡县 构筑了碉堡220余座 马洪魁跟红军作战 他也是很奸华的 他善于保存实力 并且他有个底线 就是保住宁夏就可以 剩下的地方 红军愿意战就战 我们不要在那里与红军交耗这个有生力量 但是当红军进攻的点 是至关重要会影响到宁夏的防卫的时候 那么马洪魁就来真格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伪州之战 伪州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伪州丧失的话 那么金基零五两线的门户就会洞开 会危及到省城零下 所以马洪魁对伪州极为重视 红军在攻来的时候 马洪魁认为此地非坚守不可 当时马洪魁派领骑兵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陈廷林 率部于伪州守城司令 苏廷锐的保安队一百多人 撞兵四百人左右 共同防守伪州 伪州是一个纯回民地区 当时薛乃东派马青年 前去与守城司令苏廷锐 以及大爆地主苏元苏科进行了四次谈判 但都遭到了拒绝 守城马洪魁的部队拼命死守 并且鼓动阿洪 王世龙和回民上层人士 在群众中大肆煽动 说共产党灭灭灭教 共产党来了回民就不能活等等谬论 同时守军向马洪魁发电报求援 马洪魁首先先派飞机 对东南关一带的攻城红军部队进行轰炸 紧接着红军两千余人猛烈攻城 一度驾起云梯准备攻城 结果被城上守军用机枪扫射击退 7月1日红军再次攻城 击毙三名守城兵士又被城上的守军击退 那么红军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城 使守军也感到情势危机 再向马洪魁再次发点求援 马洪魁就命令驻守金机的 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公宗为统一指挥 率骑兵第一团 骑兵第二团 骑兵第三团 骑兵第四团一个营 保安处骑兵一个大队 共计骑兵一千三百多人 令赴凯击炮一门 巴尔凯击炮两门 机枪两艇 驰援韦州 在电话里 马洪魁用阿娃宝宇对韦州的守军说 4月早晨十几吨 望见大火就是援军岛 那马光宗在奉命之后 率部由金基 吴忠宝等地出发 于7月2日夜晚12点 抵达到石沟亿集结 3日早晨5时 召集营长一场军官 下达检卫任务 命令骑兵二团为前卫 其余为本队 开始向霍元宝前进 部队到达白塔水的时候 珍惜霍元宝已经被红军占领 那么上午时分 马光宗以电话向马洪魁汇报情况 马洪魁就给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指示 说要先击退霍元宝的红军 再去解围 或者绕道前进 那么你给两个选择 模棱两可就相当于没说 那马光宗呢 不知如何是好 又给马洪魁打电话 说惠元宝有坚固的刁宝 不好进攻 不易久缠 还说绕道为好 那马洪魁当时就说 带研究 再给这个指示 到了下午4时 马洪魁电话告诉马光宗 让部队绕道前进 并且吩咐马光宗 需要注意红军的夜袭 那么到了下午6时 马光宗率部由白塔水出发 取到土坡 小梅山 太阳山 向伪州前面前进 4日凌晨 天没亮 就到达了十几吨 然后下马 徒步向围攻伪州的红军 和南河点窑洞的 红军战地医院 悄然扑去 同时放火 向伪州方面发出信号 那么就在 马光宗在7月4日凌晨 开始向红军的背后 发动袭击的时候 那么7月3号夜间 红军刚刚在 徐海东的亲自指挥下 集中火力 攻到了伪州的城根 当时红军四面围攻 战斗极为激烈 伪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结果这个时候 守城部队 果然看到了十几吨起火 知道援军一到 就跟打了强心戒一样 加强了反击 战斗又一次进入相持 那么马光宗 进攻红军的时候 这个马光宗也非常善于用骑兵 他指挥其二团的第二第三营 和骑一团的第一营 向东关猛扑 三团为玉卑队 骑一团的第二营 向东南包围 四团的第三营 向北关包围 保安队在唐房梁一带戒备 掩护骑兵后卫 防备红军袭击 红军这个时候攻上城头 眼看着维州城就要唾手可得 结果注意力全在其前面 背后突然遭到 马光宗部的突然袭击 红军攻败垂城 只好转回方向迎战 但是俯背受敌 基战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 那么马鸿奎派他的参谋长 马光天坐着战斗机 在维州上方侦查 并在东关一带 头弹轰炸 俯冲击扫射 红军处于前后和上方三面加工 损失就比较大 只能向洪冲水方向撤退 这样伪州战役就以 红25军没有能够达到战役目的 部队损失比较大而告终 紧接着马鸿奎的部队和红军 又在洪城水干了一仗 双方面打了一个不分胜负 后来马鸿奎率队不支 马鸿奎的部队不支撤退 可是因为暴风雨来临 辞职了红军的追击 红军也没能够扩大战果 双方又打了一个不胜不负的结局 紧接着本来红军打算解放宁夏 继续扩大根据地 可是因为西路军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整个的西北形势 没有像党中央所期待的那样 有所改善 那么马鸿奎宁夏 他的统治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但毕竟马鸿奎抵挡住了红军的进攻 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最终是加授马鸿奎为陆军上将 抗认战争爆发之后 马鸿奎以三丁抽一 五丁抽二的方式大量征兵 并且派第一第二骑兵旅 参加随息抗战 那么抗认战场上 马鸿奎并没有直接指挥过 宁马在抗认战场上 主要的表现是在马鸿奎的领导指挥下 这个创造的 但是马鸿奎有两件事值得称道 第一个就是马鸿奎坚决的拒绝了 百元正四郎对他的拉拢 日本对中国的大西北早就有所图谋 早在二十世纪初 日本就计划在中国发起回调独立运动 那么日本在东北成立维满中国以后 还幻想着在西北成立大回归国 百元正四郎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择了让宁夏王 马鸿奎登基 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帝 因为百元正四郎认为 马鸿奎的父亲马富翔 二伯马夫露 与起义军出身的马家军将领不同 他们都是武进式出身 靠着军功一步步爬上去 马富翔在庚子镇事变中牺牲 马富翔因为护送慈禧太后西桃有功 而背赏西宁镇总兵衔 所以马鸿奎常常以忠臣良将而自诩 视马不方的青马为草后二臣 所以百元正四郎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认为马鸿奎有希望为溥仪的满洲国尽忠 再加上马鸿奎他所占领的宁夏 从战略上来讲位置极为重要 紧挨着日本人控制的内蒙 一旦这里形成自治政府不仅甘肃青海唾手可得 还能对新疆和川陕形成巨大的威胁 那么日本人就开始对马鸿奎进行威逼利诱 先后在阿拉善旗和俄吉那旗建立特务机关 还修筑了飞机场 大有指导宁夏的势头 百元正四郎还亲自飞赴阿拉善旗的定远营 会见马鸿奎 邀请他担任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会长 那么百元正四郎是自信满满的来了 可是马鸿奎就只派来了省府的秘书长 百元正四郎还没开口 这位宁夏的代表就要求撤走日本特务机关 双方面闹得不欢而散 前面抗战爆发以后 苏联出于他自己的战略目的 就对中国进行了援助 他们的装备先是运网敌化 然后再由中国军方运往兰州组装 再分发为各个战区 为了切断这条秘密的圆滑通道 日本人又对马鸿奎展开了新一轮的策法 但是马鸿奎就是不为所动 最后不得已 百元正四郎再次飞往定远营 可是马鸿奎仍然不愿见他 百元正四郎就生气了 他一见到马鸿奎的宁夏代表就大声的质问 说马家两代都是青史中良 如今青帝国已经在满洲复国 马鸿奎理应继续为青史效力 为何还要替汉族政权卖命 抗击我大日本皇军 那是汉族人的事 不是回归人的事 回归应该有自己的国家 那么这位宁夏代表 就遵照马鸿奎的意思进行了反驳 他说日军在北平和南京屠杀中国人时 可没说不杀毁民 况且宁夏与日本的国仇家恨 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 日军的出兵最多 血战正阳门的时候 日本人杀害马家子弟最多 于是就斩钉截铁的拒绝了 百元正四郎的拉拢 那百元正四郎当时勃然打度 当时就派了40架飞机轰炸宁夏 那么策反马鸿奎也就彻底泡汤了 从这点上来说 马鸿奎在民族大意上是站得住脚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鸿奎 在和他的那些旧式的同僚 谈话的时候也表达出坚决的抗日立场 据马鸿奎他自己回忆 当时蒋介石在武翁召开军事会议 各地的将领预先到达会议地点 马鸿奎因为他出身于西北军 这个人做事非常的事故 交友非常广泛 所以他的好朋友很多 他专门就去看望了他西北军的这些老朋友 那都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其他记里讲到的 庞敏勋 张子忠 宋哲源 冯志安 这些人 当时张子忠见到他的时候 发现马鸿奎还带的是中将领章 张子忠他们都是上将 马鸿奎也是上将 可是他带的是中将领章 张子忠在时候就跟他说 说集团军总司令都带上将的殉章 只有你怎么还带着中将换一换 当时马鸿奎就跟张子忠说 说为什么我不带上将领章呢 而是带中将领章 因为我觉得中将领章 我都觉得不配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比一比我们的敌人 土飞猿 还有板猿 人家两个日本中将 把我们打得乱七八糟 你们29军 宋哲源 冯志安 还有你老弟 你三位上将 为什么放弃了河北平津呢 当时马鸿奎就说 说自中老弟 你我不是外人 我说句老实话 中国军队的毛病 就是官高 兵北 官富 兵穷 平时我们对部下讲话 说什么共生死 共患难 部下听了是如何的想法 平时大官摆架子 作战时见不到人 部下在前方拼命 这样做法 怎能使部下心腹 打仗又怎能不敢 这番话说明马鸿奎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 还是坚定的要抗日 虽然最终他没有在战场上 一展身手 但是从宁夏当时宁马的表现来说 包括马鸿斌出兵和日本人 作战都可以看出来 宁马家族是一致要抵抗外物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集我们再讲 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 马鸿奎的表现 以及在后来他逃离到国外以后 他的一些意识 这样可以给大家还原一个 真实的 一个老于事故 圆滑 有手腕的 宁夏王 马鸿奎的全部面貌